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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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读起 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们低头有点祷告 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福气 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孩子 谢谢你除去我们的罪 谢谢你甘心乐意地住在我们的里面 也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 有说不尽的恩赐 求你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一同在更多的来读你话语的时候 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 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中得着亮光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 也成为我们走天路的引领 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老约翰在这里非常非常强调地告诉我们 这一件住在主里面的事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住在神的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 就可以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 爱在我们的里面 就可以把神的旨意 做成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这真是一个好的 无比的信息 他并且告诉我们 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 我们面对未来的审判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惧怕 因着爱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无论生命中碰到多少的困难 我们也不需要惧怕 一个人如果活在地上 什么都不怕 单单敬畏神 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 很可惜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 没有享受这个福气 所以我们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神 这太可惜了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经历 这一个住在主里面 所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住在主里面 不但是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不要惧怕 住在主里面 还有一个很宝贵 很宝贵的福气 是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不用虚假 可以不用说谎话 你知道一个人 说谎话 虚假 常常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因为当你说了 第一个谎的时候 你要记住这个谎言 以后你要说 很多个谎言 来圆这一个谎 每说一个谎言 你就要说更多的谎言 来圆你以前所说过的谎 你要记住 每一个是很难很难的事 很累的 我们多少的时候 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上 我们说谎 为什么说谎呢 因为神的爱 没有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成熟 因为我们这个人 还活在惧怕的里面 我们怕人家误会我们 我们怕别人怎么看我们 你越怕你就越说谎 你越说谎你就越怕 最后你活在 非常痛苦的光景里面 但是感谢神 如果你住在基督里 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爱你 你也愿意让基督 在你的生命中 做主做王 你慢慢地遵循 祂的话的一个结果 是你没有惧怕 当你没有惧怕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用说谎了 不只如此 是神的爱 在你的生命中 把你改变到一个地步 你不只是不要说谎 是你不需要说谎 这个是好大的福气 我们说谎里面 其中有一个谎言 是最常有的 也是最难对付的 就是我们爱不爱神 我们明明不爱神 要假装爱神 我们骗人也就罢了 最可怜的是 今天好多神的儿女 根本不爱神 还要到神的面前去骗神 说神啊我爱你 一边唱诗歌 一边祷告 都说神我爱你 其实我们里面 根本不爱神 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 给我们一个恩典 让我们因着住在主里面 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 以至于爱真的在我们里面 你看他这个十九节 开始他就说了一句 很有趣的话 他说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爱谁 我们爱 你知道有的英文版本 在这里说 是我们爱神 因为神先爱我们 那个翻译 不是太准确 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 其实没有受辞 他就说我们爱 我们是爱人呢 我们还是爱神呢 我们是爱东西呢 还是我们爱主的自己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但是这里说 我们如果要有那个真正的爱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这一节圣经 有的时候会被误会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神先爱了我们 神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怎么可以不爱神呢 所以我们为了感恩 神爱我们 我们就爱神 弟兄姐妹 这个在人和人的中间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有人对我们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不好意思 本来不爱他的 也去爱他了 可是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这节圣经 真正属灵里面 更重要的意义 这节圣经说什么 这说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当神爱我们的时候 神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 神把他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改变了我们 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充满了我们 什么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爱充满 什么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 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当一个人 神的爱真的在他里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就开始会真实的爱 真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讲 如果这节圣经翻译说 我们爱神 因为神先爱我们 其实这个不难 叫一个人去爱神 有什么难呢 你想想看 天下人间 还有谁比神更可爱呢 天下人间 还有谁比神更爱我们呢 有谁像神对我们这么好啊 有谁像我们的主 这么的温柔 这么的谦卑 这么的美丽 一个人要爱神 真的不难 真的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要爱人才难 坦白地讲 人哪里可爱 你知不知道 不管这个人长得多漂亮 他们的有研究告诉我们说 特别是长得越漂亮的人 他越照镜子的时候 他越要化妆 他越要改变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当他越看到 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 他越发现他不可爱之处 他一定要改 我们这些人 坦白地讲 是因为不认识自己 就觉得自己很可爱 今天有很多人装可爱 可是弟兄姊妹 事实上 我们这个人的本性 是不可爱的 我们的本质是不可爱的 谁喜欢爱一个 又骄傲又自私的人 但是我们都是 爱人不容易啊 爱外面的人 爱远方的人 爱那些你远远的去 很仰慕的人 还是比较容易啊 因为你不知道他真实的光景 爱家里的人 爱教会里面跟你一起同工 这些人 真难啊 真难啊 但是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经历到神 爱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老约翰在这里说 我们爱 我们不但是可以爱 我们是真的爱出来 为什么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我们 我们爱 我们爱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然后他说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说 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人若说我爱神 人若说 弟兄 如果你把约翰一书 从头到尾读过来 你发现老约翰好几次讲 人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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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人在那里宣告一些事情的时候 当人在那里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人自己是觉得他 这个是他的长相 这是他的好处 这是他做的对的地方 这是他蒙神恩典的地方 可是弟兄姊妹 实实在在的说 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 那个才重要 不是我们说了什么 是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们说 我们爱神 这个说很容易啊 多少的时候 我们在诗歌中 我们说神我爱你 多少时候 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说神我爱你 但是听说 我们如果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真实的呢 你怎么知道呢 我真的觉得我很爱神啊 你可以有感觉的 有人说 我觉得我全身都热了 我觉得神的爱 太宝贵了 太宝贵了 这很好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知道你爱不爱神呢 我们怎么知道你说你爱神是真的呢 或者我们问自己 我们怎么知道 我说我爱神是真的呢 这里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看你会不会恨你的弟兄 你的弟兄啊 不是别人的 你的 这个你的弟兄不一定是指着我们肉身的弟兄 这指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啊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你里面有没有跟哪一个弟兄过不去 你里面有没有厌恶他 有没有恨恶他 有没有希望不要见到他 如果有 你怎么说你爱神 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做多少的服事 不管你唱诗歌时候流多少的眼泪 神的话说 你就是说谎话的 那不是真实的 你是在装的 你装到一个地步 你连自己都骗了 弟兄姐妹 骗人很不好 骗神很愚蠢 但是骗自己真的很无聊 可是我们这些人啊 又喜欢骗人 又喜欢骗神 到一个地步连自己也骗了 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 里面却跟弟兄们有问题 我们就是说谎的 我们是说谎的 但是感谢主啊 主在我们的生命中 可以做到一个地步 是让我们必须要是做一个说谎的人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自己 住在神的爱中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 非常宝贵的事 不爱 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都摆着一些不是很可爱的弟兄 我觉得神在对待他的儿女上 我这些年来的观察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神啊 他真公平 他真的很公平 他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公平 他对每一个教会都很公平 我在世界各地到不同的弟兄姐妹家里去住 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 我发现了神真公平啊 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 都会有几个基督徒 是让你很痛苦的 每一个教会里面都会神留下几个特别的宝贝 是就是跟我们过不去的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弟兄 就在眼前 天天要见面的 常常要在一起的 增伤感情 但是神说 你如果不爱 你可以看得见的弟兄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爱弟兄啊 我们喜欢爱那个看不见的 我们看到 哇 这个十不真啊 我们真爱他 这个弟兄我们真爱他 那个弟兄为什么爱他 看不见 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跟他没有长时间亲密的接触 听清楚啊 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很短的时间 很亲密的接触 我们会觉得 啊我们很了解这个人了 我们敬佩这个人 敬佩的不得了 我们真的可以爱这个弟兄 弟兄姐妹 那个不一定啊 因为 只有长时间经过磨练 经过考验 你才真的会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所以他在这里说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为什么不爱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呢 因为当我们跟看得见的弟兄中间 没有了爱 有了麻烦 有了冲突 有了仇恨 有了埋怨 有了苦毒 我们就跟神的爱隔绝了 你知道不是神要把他的爱从我们身上拿走 不是神不愿意跟我们亲近 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类的东西 就把我们自己跟神的爱隔绝了 当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爱神 我们可以唱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自己骗自己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爱神了 这一位看不见的神 我们爱不来了 注意 老约翰在这里讲说 看不见的神 不只是讲到说 神是个灵 我们看不见他 是我们在灵里面 也看不见这一位神 你知道我们肉眼看不见神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神 有一个爱的关系 我们真的看得见他 我们真的体会到 他在我们身上 许许多多的恩典和怜悯 可是如果 我们不能爱 看得见的弟兄 因着我们不能爱 这些看得见的弟兄 在我们里面会带下这个虚假 我们会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 一直说我们爱神 我们以为这样子 可以遮盖 我们不爱人的权 我们就可以好像有权力 因为我很爱神 所以我不需要爱你 弟兄姐妹 没有这个事的 如果我们不能爱 看得见的弟兄 我们是不可能 是没有办法 去爱这一位 我们看不见的神 因为他的美丽 因着我们里面的仇恨 我们看不见 他的恩典 我们里面的仇恨 让我们看不见 他一切吸引我们的东西 都让我们里面的人 眼睛瞎了 看不见 这是老约翰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地 对我们说 不能够爱 看得见的弟兄 就没有办法爱 那个看不见的神 我盼望弟兄姐妹 知道这个严重性 好像主耶稣说 你们在献祭的时候 如果想起来 跟哪一个弟兄中间 有过节 你要赶快去跟他和好 今天多少的时候 我们对人心中 有很大的疙瘩 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不肯放下来 我们不肯去面对他 我们不肯求主 给我们赦免的恩典 结果我们里面不能爱 这个看得见的弟兄 我们还以为 我们不爱这个 看得见的弟兄 没关系的 我们哪里知道 当我们不能爱 这个看得见的弟兄 我们根本就已经 失去了爱 那个看不见的神的能力 权力 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 所受的命令 弟兄姐妹 老约翰在这里 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好像听到 弟兄姊妹 有些人很诚实地跟他说 老弟兄啊 我不是不要爱这个弟兄 我不是不要 我不是要恨他 不过他实在是太有超过了 他实在太过分了 这怎么爱得下去呢 怎么办嘛 我不是不要的 多少的时候 我也听到一些夫妻要离婚的时候 我也听到一些夫妻要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样的劝他们 他们就说 我知道 我知道离婚对我们伤害都很大 我知道离婚对教会也有不好的影响 我知道离婚更厉害的是很严重的会伤害我的儿女 但是留弟兄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讲得好理直气壮 好像我们不爱一个人是 我们没办法的 我们就是就不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老约翰听到了 所以他说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为什么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告诉你 你如果爱神 你就是要爱你的弟兄 爱不下去也要爱 不能爱也要爱 不可爱也要爱 因为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 圣经里面所讲的爱 不是一个感觉 不是一种情感的流露 圣经里面所讲的爱 是一个意志上的定规 如果是一个情感 上帝不能命令我们爱任何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意志上的定规 我们就是要爱这个人 我经历过好几次 那些要破碎的婚姻 当我清楚地告诉这个弟兄 你就是要爱你的妻子 这是神的命令 你如果愿意顺服神的命令 你觉得他不可爱 你还是要爱他 你要为他舍命 你求神给你能力 很稀奇 弟兄姐妹 当你在意志上定规了 说好 神 我愿意 我虽然爱不下去 但是我愿意顺服 这是你的命令 我就照着你的命令 尽力地去做 求你帮助我 很稀奇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告诉我 那个感觉回来了 我觉得好像我当年认识他一样 我突然在他的身上看到多少年前他的那个对我的恩情 我突然看到说 哎呀 这个在婚姻的路上 不是只有他给我许多的愁苦 他也曾经给过我许多的喜乐 所以我开始真的会爱了 弟兄姐妹 这个不止在夫妻中间是如此 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在服侍的工厂上也是一样 多少不可爱的人 你为着神的命令 你在意志中向神降服 你说主 我愿意遵守你的命令 我就是要来爱这个人 我用我一切的能力来爱他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惊讶地发现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我们就有爱的机会 我们就有爱的能力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不可爱的 一切的环境 你低头祷告 天父 住在你里面真好 不但可以没有惧怕 而且可以没有虚假 可以有真实的爱 为着这样子的恩典 我们敬拜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峰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看你的大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喜爱 耶和华的眼影比处于 耶稣基督宝贝的名